全球疫情冲击下,香港整体经济状况依然疲弱 政府统计处公布,今年7月至9月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为6.4% 属近16年来高位 在上世纪80年代初,当遇到失业率上升的时候 不少失业工人就会转行做小贩 所以那个年代小贩人数多少成为反映失业情况的指标之一 看看当年的报道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,本港的失业人数增加了1万5千多 接近劳动阶层的刘千石先生要指出制造业的失业情况 是比较严重的 现在那十多万失业的人数字,大部分应该来自制造业 最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工作的接触 以及与各个工会大家彼此之间的了解 来看他们数字的情况 比如说,我们在过年之前 预测在去年工厂的结束可能会多 但是发觉到那时的严重性没有那么大 但是在最近这十天八天 发觉有多少工厂牵涉到欠伸的情况 这些情况在其他行业比较少见到 我们会觉得在现状的情况 制造业仍然是最大的一个面临的失业 和半失业的影响最大的一个行业 现在香港的工人失业方面严重呢? 一般的 去年又严重一点,现在就不太重要 今年好像说电子制业都旺了 你自己本身是做哪个行业的? 电子 电子行业今年开工历是否捉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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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捉 多些人出来卖东西应该是多的 一個建立國憲生補償基金 在當前對於現在的就業情況 一路的數字上升 一個很迫切的要解決問題 政府的角色主要就是一個協助性 繼續擴展本港的海外市場 以及促進在香港的海外投資 而政府在過去一年 已經在美國、西德和日本 設了幾個海外辦事處 而我相信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 是對本港的經濟復甦很有用的 失業率上升的趨勢 你猜什麼時候可以改善呢? 最近有跡象顯示 美國的經濟已經開始好轉 而我相信本港的經濟 會因此而有益處 可能本港的經濟現在已經開始好轉 但是可能要等到年中以後 就變得比較明顯 訪問了 那麼… 對本港的經濟 作詞表演